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让我们有请 南港合伙人 南港美国总裁 Roy Luce与我们分享 主题演讲 拥有互动的Pain and Game 有请 各位早上好 很荣幸这次有机会 代表南港 为大家做这个演讲 很兴奋 前位两位演讲者 已经三番四次提到IP这个词 那我就继续这个话题吧 IP 南港 南港 其实早在一年前 我们就大力的 开展我们的引游互动的计划 去年春天 湿人体 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我们15年到今年年初 陆续发布了几个 具IP的大作 包括十万个冷笑话 甄嬛传 鼠山战技 其中 十万个冷笑话 在上线 一周之内达到 140万以上的跌余 日充值 超过500万 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 现象级的现象 甄嬛 作为这样一个大来批 同样毫无之宜地 冲到了榜单手边 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春节期间 在春节期间 榜单一片 红色的情况下面 我们的 鼠山战技 是我们台网游 第一次联动 做了一个产品 那非常不负众望地 春入到 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榜单 情况下面 在 在整个春节期间 保持了榜单 前十名 最高达到 税务榜单 前五名 这样一个 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 我觉得 兰港今天 可以好好和大家 谈一下 我们对整个IP 一个切身的 一个体会 那 我们先说一下 Tone 大家都在说IP 但是呢 我想和大家说一句 IP 实在是太难做 兰港 我们 我们坚定无不移地 在做我们的IP游戏 但是呢 要做一个好的IP游戏 要找到一个好的IP 不一定是影视IP 这样子的IP的定位 然后呢 这IP是不是 是不是适合我们做的一个游戏类型 适合我们团队做的游戏类型 是不是团队我们知道的一个游戏类型 我们所擅长的 然后呢 找到我们合适的消费者 在这三个 三个圈子里面的一个交集 才是有可能 做成一个合适的IP游戏 非常难 非常不容易 而且呢 就算我们找到了一个 合适的产品定位 问题还没结束 接种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找到一个 合适的执行团队 把这事情执行下去 各位 拿到IP 只是一切的开始 我们如何和IP方沟通 如何和制作方沟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对团队能力的挑战 和对团队对游戏理解的挑战 同时 一个合适的市场机遇 让大家知道 假设 我做一个游戏 然后呢 正好那个时候 比如说 Supercell正好出了一个新的游戏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 我们不想和他硬碰硬的竞争 对吧 什么时候一个合适的市场 适合什么样的游戏类型 这是非常 考验这个团队的一个 高瞻眼主 一个眼光的 第三呢 一个合适的营销计划 IP 做一个游戏的IP 那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如何把这两个 游戏的用户群 和IP的用户群 相互整合起来 那对团队 整个团队的 对营销的理解 多维的营销的理解 和营销的一个执行力 和一个创新 因为 因为他们 大家不想是说 哎呀 今天大家贴了一个 公交车的 那个什么什么广告 我们继续再做一次 这不新鲜了 考验一个团队的创新能力 考验一个团队的 营销的执行能力 这个 是非常难的 在这里 不过我可以非常自豪地 觉得 蓝港在这方面 是做得非常不错 那 蓝港 但是碰到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 因为前面的执行 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营销 而且碰到了 这种种的当中的 一个磨合的期间呢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到 如何找到一个 合适的上限的 一个时间空间 帮助我们的游戏 帮助我们的IP 一起达到一个效果的最大化 所以 同学们 同志们 IP 真的很难做 但大家听我说 那么多 那么难做 那么不好 那么负面的情绪 那我们为什么 还要做IP呢 我觉得这是和 蓝港的基因有关 蓝港 说到底 是个研发公司 是个内容公司 我们是游戏人 是一种情怀 在这里我有引用 我还没征求他的同意 我引用我们的 高级副总裁 赵军同学的一句话 开心的是 这个IP所代表的 文化价值观 跟你所内在的一致 感觉有好多玩家 都可以天然包装 考虑的不再是产出 而是如何让玩家 觉得这个世界的人 而不是玩这个游戏 这个是我们蓝港 作为一个游戏人 发自内服的一个声音 蓝港是个内容公司 是个游戏公司 但蓝港呢 更是一个泛娱乐公司 这是我们的愿景 也是我们一直在 努力的方向 所以说呢 IP也是蓝港 一个继续会执行 下去的一个点 尽管难做 但是我们热爱这个行业 那谈了那么多的pain 痛点吧 说一下在这些历程当中 我们的心路 我们学会了什么 我们学到了什么 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刚才说了产品 其实做任何的IP产品 是对团队的一个能力的大挑战 这是我们蓝港内部 一个游戏开发金字塔模型 底层是我们商业逻辑 如何赚钱 在上面是游戏玩法 游戏系统 在上面呢 是原型开发用户的体验 UX 这是没有出创作 这是IP 大家可以看到 IP 我们之前做的游戏 都是为IP定制 但是说到底 游戏的核心是什么 是游戏 游戏要好玩 好玩不好玩 游戏是不是赚钱 是不是能够受到 玩家的欢迎 这个最考验的是什么 是一个公司的基本功 所以IP游戏做得好不好 直接影响 直接是体现出 这个游戏公司的基本功如何 另外呢 我们考虑 做IP游戏 考验的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实力 是一个团队的联动性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金字塔 解决了产品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是 如何调动团队的资源 市场啊 对吧 运营啊 对吧 一个个内部团队 如何调动起来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保证游戏上线 保证游戏有足够的活动 满足玩家的需求 然后足够的营销 这是一个团队内部 一个沟通实力的 一个体现 另外呢 合作伙伴 我觉得蓝港非常幸运 能够有那么好的 IP方的合作伙伴 如果好保证 我们和 那个合作伙伴方面 很好的沟通 我觉得 这是蓝港 在这几个IP 大IP的游戏 经历这些仗义之后 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 之前其实 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是朦朦胧胧胧 我们在15年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太多的 这样想清楚这个事情 但是呢 在执行了走这几条路之后呢 我们磨砺出来 一个非常有效的 内部执行团队 然后知道 把这个事情执行下去 2016呢 那我还是把这个重点 还是回到我们的IP上面 2016 蓝港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游戏 社区化 国际化 和泛娱乐化 在这三点之内呢 大家看到当中是差 因为从我们理解 这三个不是一个加法的效应 这三个在一起 是个协同的一个效应 是个惩罚的效果 那从IP角度讲 范娱乐化带来的IP 其实大家刚才说 我们说拿很多动漫的IP 拿到中国来 拿到漫画的IP 拿到中国来 电影的IP拿到中国来 但其实呢 从蓝港 或者是蓝港美国角度来讲 IP这个事情 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了 IP是个全球化的事情 是一个App Store Google Play 和中国所有的App Store 都会面临的 所有的游戏开发者 都会面临的一个事情 IP国际化 不代表把国际的IP 带到中国 因为这是一个 整个全球的生态圈 在这个生态圈里面 世界非常平 全球的游戏运户 比如说在美国 排行前面的几个游戏 其实很多 也都是IP游戏 IP在整个行业里面 全球这个游戏的 生态圈里面的重要性 不容置疑 所以为什么 就是蓝港 坚定地执行 翻译化和国际化 或者说句话 那16年 我们不单单重视的是 外部的IP 对我们来讲 IP也包括我们自己的 原生的IP 那可以和大家透露的 就是16年 我们王者之舰二 我们的三舰之一 就会上线 包括除风 是我们和友谊 合作另外一个IP 和民乐转 16年都会陆续上线 同时从国际化角度来讲 蓝港已经成立了 台湾分公司 去年夏天 也成立了美国分公司 我们已经在国际化上面 已经做出了 国际化的拓展上面 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尝试 而且我们看到 一定的连同效益 台湾 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 在帮我们覆盖 台湾方面的发行 对我们来讲 一个游戏出来 如何联动我们自己 内部的资源和外部的资源 把IP 把这游戏 把引游联动的效果 放最大化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和经验 然后大家说来说去说 引游互动 其实呢 引游互动 从我们蓝港的 泛娱乐角度来讲 这或许只是 泛娱乐的一小步 引游互动 但我们从那个 泛娱乐角度来讲 什么叫泛娱乐 我记得腾讯之前有翻译过 泛娱乐是什么 Transmedia 程序翻译的是 Internet Based Transmedia 基于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一个故事 就一个故事 或者是一个IP 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通过不同的媒体 不同的载体 对一个IP切入不同的角度 来叙述这个故事 把这个故事延伸出去 这是一个泛娱乐 而我们当今所说的 引游互动 只是一个刚开始 从蓝港的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 在泛娱乐行业里面 大有可为 太多的事情 我们在座的游戏的同行们 可以参与 可以做 那最后 我们致敬一下 我们伟大的乔布什同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在此 向在座的游戏同行 宣布一个消息 蓝港互动 正式和美国福克斯数字娱乐 成立 宣布成为全球合作伙伴 这也是符合刚才 我所说的 蓝港这里的 全球化的布局 泛娱乐化的布局 我们非常兴奋 能够有这个机会 和福克斯数字娱乐 对和他们进行 更深次的合作 包括研发 发行 营销 而且是针对 这是全球市场 全球市场 对我们来讲 这个市场是平的 做游戏行业 我们要做出去 不能是只在中国 要做全球市场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16年 迈出的第一步 好 谢谢各位